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晚安 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我是庄顺发 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 在下个礼拜就要开打了 而台湾队的选手也完成报道 要全力备战 希望打出好成绩 不过就在此时呢 就传出哦 有媒体报道说 疑似有这个中华职棒的球员 涉及不法啦 或是这个私生活 有点不检点这样一个状况 另外在台南安平区的一间豪宅 就被歹徒在深夜连开了51枪 哇警方不敢大意啊 赶快去查 现在传出说 有可能是因为他迁赌赢了太多钱 所以才会被恐吓的状况 另外幻象这样子 在昨天摔飞机了失联了 这也是这个幻象 在台湾服役20年来 第五次发生意外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 吴志扬 主持人 各位来宾大家好 雅冠赛台湾队总教练 洪一中 各位观众 晚安 前空军教官 余浩伟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 戴志扬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 谢国安 大家好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雅冠赛在下个礼拜就要开打了 其实台湾队在今天也完成了报道 好 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 亚冠赛台湾队球员 逼向全新的国家队战袍 各个看起来精神抖擞 其中强打苏智杰 八月财地金士大运洗礼 也用母队的秋讯 替这场亚洲棒球盛会调整状况 球员们陆续完成报道程序 其中也包含预计先发抗寒的 铝日投手陈冠宇 另外铝日内野手吴念廷 也在父亲吴复连的陪同下献身 台湾队将在9号全员集合练球 10号开始要按罗德队打三场热身赛 替16号开始的正式比赛 做最后调整 我们看到台湾队的选手已经完成报道 当然希望在这个下个礼拜开打的比赛 可以打出好成绩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会长也来到我们现在 会长我们这一次打这个雅冠赛 我们目标到底摆在哪里呢 这个雅冠赛是第一届 那大家的目标 其实三个国家都一样 其实是在为2020年的奥运做备战 所以想想2020年 那个时候的国家队主力应该是什么 我们倒回来推 这一次的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制度 就是参加雅冠赛的选手 必须是24岁以下 或者是你加入职棒 未满三年的 当然也配合各队的需求 有三张外卡 所以我们大概有三张的外卡 其他全部都是我们新一代的球员 那除了就是培养这个未来的主力球员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将来这个国际一级赛事的选讯赛都会由中华职棒联盟做这个一条龙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也利用这次亚冠赛做一整套的准备 要让大家证明我们中华职棒是有这个能力的 而且能够把这事情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世代能够交替 所以我们让新的球员有机会多亮相 那当然他们之后就可以在各种国际的场合为国争光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亚洲地区 我们台湾队啦 那他们最强的对手应该就属于韩国以及日本了 那洪总今天来到下 我们针对这个比赛是不是也有针对这其他两支队友来做一些勤收 或是怎么样的准备呢 当然这一次比赛是年龄是比较年轻 所以我对这些年轻的选手 不管是日本队还是韩国队我的掌握度 当然没有那么的精准 但是我们联盟是有派勤收人员去那边做一些勤收 那今天才完成报道 所以过两天我们就会针对他勤收的内容去做一些分析 让球员去熟悉敌对的投手 不管是他的配球方式 还是打着他的打球的那个习性 我们会做一些讨论这样 那在台湾 勤收主要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我们很早就派人到日本韩国的球场 实际看这些球员的表现 做记录回来 给我们的教练团来分析 另外还有我们的文宣部跟新媒体组 他们也没闲着 他们针对这些名单 在网路上看一大堆的影片 把它简洁起来 也是把这个资料交给我们的勤收小组来汇整 我想这个洪总他们很需要这样子的资料来判断 对啊 其实在过去很多时候 我们在所谓征召求援 都会听到外界有些声音说 我们的后勤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可以帮助我们选手怎么 那所以我们这次中华职棒这边 有没有在后勤的工作上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其实后勤就是我们一直在争取中华职棒主训赛一条龙的原因 并不是外界讲的什么真什么力 对 因为这些球员他是联盟的这个球员 他是职业球员 我们最了解他的习性 尤其是他们关心他们的健康 跟训练等等 如果从选讯赛由我们一条龙来服务是最好的 其实后勤我大概跟大家讲 其实很复杂 包括我们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一开始的设计定制 然后到球队的移动的准备 到医疗的防护 安全的维护 各种装备的准备 还有吃什么住什么 还有到了当地赛前要做什么准备 赛后要怎么对外界做联系 整整细节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中华职办 因为每一年至少都有240场的例行赛 跟各种大大小小的国际比赛 所以我们这一方面的经验是相当的丰富 OK那我们知道这个比赛 下个礼拜就要开始了 那其实我们台湾队 在过去一些国际大比赛的时候 往往在最后关键的时候 有可能因为一些小细节没有做好 然后输掉比赛 让大家都非常扼玩 那所以洪总这次有没有针对说 这一场比赛我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对外 参加一些大型的赛制 让选手增加他的比赛的抗压性 所以比如说我们跟 往往在国际赛就 陈儒主持人刚刚讲的 就是说到最后关头都有一些细节方面没有做好 而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失误造成诉求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让这些年轻人能够及早去面对这些大型的比赛 让他能够承受这些压力 不管是他的球技 不管他的心理素质能够提升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后来因为紧张而产生不必要的失误 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参加最主要的目的 那也希望说能藉由这一次的经验跟他的心理素质的提升 能够让我们争取到2020年东京奥运的这些资格 那其实台湾就把我们棒球视为国球 所以每一次的国际赛只要这个成绩打起来 国内都是这个风潮就会上来 那大家就要开始问了 那我们中华职棒有没有要组第五队啊 要怎么组啊会长 其实这个国球啊就是讲起来 如果我们真的把他当国球的话 不能只是要求人家表现拿冠军 那我们要怎么栽培他们 所以从我们的基层的棒球就要好好的栽培他们 当然职棒是这个棒球的龙头 他如果有很好的发展的话 会刺激大家去从基层开始练习 所以我们第五队第六队的问题 其实跟我们的市场是有关系的 我们的市场目前的状况 确实是不是非常的理想 每个球队都经营的相当辛苦 不过以人口对职棒对数的来讲 我们还算合理 就我们大概五百万左右一支球队 日本跟韩国大概都一千多万人口 才有一支球队 但是四支我们知道太少 那第五队第六队我们一直在努力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终于把这整个制度把建立起来 而不是用随时招兵买马 是把入队的办法很清楚的来做公布 那我们现在呢 也一直在向对外来征询 包括过去曾经表示过有意思的 跟现在我们重新再来看 现在的状况比较适合的 我们都会主动接触 那的确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团体 有一些公司好像已经跟我们接触 其实也不瞒各位 其实也有外国的球队有兴趣 但是我们都会很稳健 希望加入这个第五队第六队的话 是很稳健的 而不是一时兴起 玩个几年又不想玩了 又要退出 那个时候是会更让大家失望 所以我们会很稳健的 希望一有好消息 一定跟所有球迷来报告 好谢谢会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们背板 我们看到啊 陈宇勋 杨代刚啊 王博荣 这些哦 其实现在的成绩都非常好 不过他们其实年纪都不算太大 那最近尤其这几天 外界大家都在讨论说 这个球员的管理上面啊 是不是私生活有点问题啊 甚至还有媒体影射说 有一次打假球 哇 大家都很关心啊 洪总就您带球队这么久的时间 这个球员的管理 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呢 其实谈到这个问题 那是当然最近国内有一些 风风雨雨来一些职棒不好的消息 但是那是别队的那个事情 我也不便在这里做什么评论 不过就我队里 我是常要求选手说 平常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要把好的习惯养成 那你尽早养成好的习惯的话 你就不容易出事情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因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你的生活方面要尽量单纯 最好是就是家里啊 球场 那不必要的一些邀约 你就尽量能够排除就排除 因为外面的世界老实讲 因为我们打球人 事实上生活是比较单纯的 我们从小到大都在球场上 跟社会这些人士 去混在一起的话 有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握 我只是 每一次就是不断的叮咛 叮咛这些选手 那会长其实 像在今天稍早之前 也有球员出来开记者会 曾经说 他们其实非常热爱棒球的 那这些媒体的一些报导 他们觉得是不时的指控 那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这些我们在联盟 都有相当的制度 我们经过过去多次的惨痛经验 我们现在每一年都会 跟 所有的这些相关的单位 做密切的合作 然后像这一次我们听说 有这样子的新闻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掌握 都会向相关的球团做查证 然后也会向相关的单位 做交换的讯息 那确实目前为止 并没有具体的违法的事证 那至于说 这个球团跟球员之间 基于各种的考量 本来在属于他们之间 契约自由的问题 但是我们绝对是希望 不能再有任何危机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会跟球团 跟所有相关监控的单位 在密切的联系 最近我们也查证的非常密切 没有问题 那也欢迎 如果有大家认为有任何的讯息 欢迎提供给我们一定测查 绝对不会互端 好那会长 当然还是要来 让您分析一下我们这次亚冠赛 你希望我们可以打到什么样的成绩呢 当然希望好想赢韩国 好想赢韩国 那日本 日本我们也不是没赢过 我们今年的在年初的一个交流对抗赛 也是对着他们的经典赛的阵容 国家队的阵容 他跟我们热身对抗 那我们也赢了一场 所以洪总 我们好想赢韩国 也要棒打日本 您自己 有没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呢 每次带队 每次比赛我都想赢 不管对手是谁都一样 所以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 三国里面的职棒环境里面是 是台湾是比较差一点的 没有像日本 没有像韩国那么多的资源 不过我们的差距 事实上没有差距到说 谁一定赢谁一定输 所以每一次比赛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虽然说 刚刚会长说 除了要赢韩国以外 我们这一次会叫杨代刚进来 也是因为杨代刚 他对日本 事实上 他的球员的掌握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选手 那他这一次是以 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老大哥身份回到台湾来 帮助台湾这个球队 那我是希望他 能够把他在日本的一些对 投手的讯息 打者的那个习惯 惯性 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给我们的投手 我们的打者 让他们可以在这次比赛有一个好的表现 好这几天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幻象战机 为什么呢 前三年来讲的话 他从最老的飞官到最小的飞官 他都在一个摸手期间 所以你看幻象战机对不对 1989年 对不对 他开始成军以后 他1999年的10月份 就是因为鸟籍就摔了一架 然后之后呢 同年的12月的时候 又是一架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因为他是做拦截任务 结果呢 一个叫江金亮少校 就因为这样子在这个大机情况下 我刚才讲过 愿你对装备的有些可能 就是说申疏情况下 产生大机就昏迷 这很优秀的江少校就去了 然后之后呢 我们再看就是2001年的时候 对不对 两个人也是飞双舵机 也是莫名其妙的飞机呢 就掉下去 掉下去后更惨 那个中卫来讲的话 对不对 他是没有找到 但是后来有一艘船 找到他的一个鞋子里面 一个脚是在里面 好 那那个张中校呢 那他呢 他是一个完整的 而且人找到 找到的时候很不幸 因为是那个 已经到冬天的时候 他就失文失要 所以我刚讲过 你可以看 是不是在前三年的时候 他发生事情就会很多 那后续来讲 你看 你拿换样机来讲 也是这样 他后续到后面的时候 事情又开始变多 为什么 因为他补给各方面 你看我们也可以看 最近的事情 对不对 法国对我们补给 或者是因为这个飞机 他的原来产生的公司 他没有在生产了 没有生产 理念找不到 所以怎么又开始 举例来讲 以前找些腰动 就是他碰到这种产商 那幻象似乎是有 提前这种现象 但是因为 就像昨天这个事情 以我的 飞的二十几年 经验判断来讲的话 我觉得倒不是 因为发动机故障 导致这次飞机摔掉 倒是比较倾向 我们讲的 所谓的空间迷向 我们飞行员来讲的话 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飞行错觉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的耳朵里面 来讲的话 达比说这也是一个 大家做动作 喜欢一下 我大概在解这边 因为我们的耳朵里面 就有个半规管 它是像我们数学一样 有个X轴 Y轴 Z轴 它是三度瞬间 所以如果说像这个飞机 我要做转弯情况下 达比说我叫飞拳 如果说闭起来眼睛 什么样的情况 会闭起眼睛 例如说你今天禁语 例如说昨天事情 在黑夜情况下 它就改成什么样 它在半规管 刚刚开始 因为你的变动 它会开始 液体会跑动 但是9月之后 它开什么 它开始不动 不动之后 人会产生错觉 所以我们人的 最主要视觉是 要靠我们的眼睛的视觉 去看 但是我刚刚讲 昨天是很不幸 是一个夜晚的情况下 对不对 然后那个地方 又是一个 因为离那个 等于说离我们台湾岛 但是有90亿的地方 所以它那个地方 整个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黑的地方 会产生到什么情况 我们飞行员 会把地面上的渔船 当作天空的星星 会有这样的错觉 对 你会到外飞 就是说会产生这种情形 所以这个情形的话 我认为比较合乎到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 如果说今天 发现去故障的话 我飞行员一定会叫 对不对 你吐放肌失效 对不对 然后之后我要做处置 这些掌机 可能就给他做一些 必要的协助 口语上一些协助 那如果我说 他今天没有叫的话 为什么 因为你产生错觉的时候 情况下的话 人第一个来讲的话 怎么会产生恶心现象 第二个来讲的话 晕眩 第三个来讲的话 会倒汗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你愿 你就是说 你认知不了 你整个大环境的情况下 你人会产生恐惧感 恐惧感的话 你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的话 是比较会是产生一个 错觉情况 那当然如果说 我们是空军来做 这个飞行来讲的话 真的一个训练很久的 因为这个飞行员来讲的话 他才700多小时 对我们空军来讲的话 还算是一个之前 虽然他已经上位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 他产生错觉情况下 他要恢复的时间 可能比较久 所以导致他飞机 就会变成 可能一个笔子的情况下 有可能是笔子 对 摔下去 那为什么没有叫 因为我刚刚讲过 他可能在他处置 他自己的情况 所以他可能没有时间 去用无线电 跟掌机讲情况 而且事实上来讲 就算跟掌机讲 掌机也没办法跳过来 帮助他 我这边可以讲 三个小故事 我先讲我们同学发生的 他就是当初在加夜的时候 飞行在空中实施科目的时候 就产生这种 所谓空间迷向的情形 然后人就昏过去了 就昏过去 然后之后呢 他的掌机 他飞机开 没人控制 开往下追 那为什么会知道 是情况是笔子 在下海 垂直这样 对 垂直下海 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说 没有油啊 油脂这些情况 因为他垂直下去后 虽然撞击点 撞到的时候 前面会烂掉 但是因为他就穿下去以后 整个飞机油箱 不见得会破了那么凶 然后之后怎么样 油箱这几天的话 风很大 可能就把油给吹散掉 所以你要找他的话 就很难 那我说为什么会知道他 因为他掌机 一个58级教官 他就一直追他 一直在叫他 一直追他 然后看到他这样追到海 所以这个情况来讲 等于说粒粒在目 讲话以后 我们才知道 有这种情形 另外来讲的话 是我自己的情形 亲身经历 对 也是很恐怖的情形 如果说那天 如果说没有后续 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我今天也没法站在这里 为什么呢 那天也是 我们在嘉义的话 大概东西那边 大概高度4000英尺 就是1000多公尺的高度 我们在那个 刚好在嘉义那边 有一栋很大的云 我刚好我是寮鸡 我跟我是这个寮鸡 这个掌鸡 我跟我们 我们出去都是用编队 飞行 结果掌鸡就禁云 就我一禁云 因为那个禁云时间 蛮长的 云蛮大的 我就开始产生什么 倒汗 倒汗 然后再开始晕眩 然后就开始 反正那种不好的现象 全部出来 因为什么 我觉得掌鸡 今天掌鸡很离谱 怎么在那个快落地 那么低的高度 再给我什么 做跟斗 这怎么滚来滚去 事实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快落地 也不必要做动作 还好掌鸡很有经验 掌鸡看我 可能位置在那边跳 掌鸡马上就一回头就看到 他马上就叫我的编号 他说吐 我现在是平非非转弯 我心想掌鸡你骗我 你明明在做科目 你明明在转来转去 然后我刚刚讲过 应该是照理说 我这时候我要看 我的飞机里面 有个仪表叫做状态仪 但是我跟你讲 顺发热的时候 你看仪表 你也不会相信 就是越浅经验的人 他是越不相信 越资深经验的人的话 他会相信 那这就我很知浅 我就真的是很难受 我已经受不了 这个已经真的 已经快落 已经快坠机了 说时时那时快出云了 蹦一下出云以后 一看 蓝天白云 该有的东西全部看到 前途一片光云 昏也不昏了 汗也不流了 对不对 也不想吐了 这是一个我自己经验 还有一个就是 我一个老学长 就是他已经当大队长 他在花联做个 做一个那个什么 征询任务 他是一二三四 他是制造机 因为他是大队长 那那个掌机来讲的话 可能是中队长 就在飞机做任务 在我们的编辑做巡逻 之后呢 后来掌机就觉得奇怪 怎么搞 怎么一二三 对不对 怎么少了一只羊 对 那个大队长不见了 但因为大队长 可能有些位置飞不对 你也不好意思讲他 对不对 就忍一下 没有讲的时候呢 好 就后来真的已经忍不住了 就开始 他就开始 4号机叫4号机 4号机的位置 叫起来没有声音 他们就把编队的位置拉开 拉开 请站管来看 看他们的光点 一看完了 只有三个光点 那就是表示 炸飞机出来 所以我刚才讲 这个 我是认为说 这是一个 可能就是一个 所谓的错觉情形 台南一间豪宅 在深夜传出 50医生的枪响 碰碰碰碰 还换了好几个弹夹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广告之后告诉您 阳性商人的住家大门 弹痕密布 简直成了靶心了 现场51个洞 门都快被打烂了 警方找到了51个弹壳 和两个子弹 枪手的影像 今天也曝光了 可以看到画面上 戴着口罩 穿着深色衣服的枪手 一来到现场 先对空开了几枪 接着瞄准目标大门 开始连续的击发 第一个弹夹 很快地打完了 接着要更换的时候 一个弹夹还不小心掉了 枪手不慌不忙 捡起来换新的 继续开枪 还不断轻巧地移动位置 看起来相当地轻松充容 这次电影的话 都要配上音乐了 但是情况其实是很凶险的 从内部画面可以看到 铁门出现的一个一个的弹孔 还冒出了阵阵的白音 简直是枪连弹雨 歹徒就这样连续开枪 离开的时候 还对空开了几枪 扬场而去 看起来几乎把子弹都给打完了 警方证实 阳性商人除了茶饮事业外 另外有经营地下钱庄 跟赌博性电碗的事业 至于职棒的牵赌部分 仍需要寻现根据情字来追查 因为地下牵赌涉及的违法 也属个人隐私的资料 还是要继续地去了解 而是不是因为牵赌长盛军 而得罪了主头 或者是道上的兄弟 还要了解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51枪队 这个铁门一直开一直开 不过现在传出是说 因为他牵赌赢了太多钱 小赖哥赢太多钱 会有开城 基本上是不可能这种状况 不过台湾这20年来 已经很少没有发生过 类似这种公然光天化日下 在街头四枪的画面 对 因为台湾的这种 所谓的枪击案 通常可能就警匪枪战 或者开个几枪就结束 那我们看到这个场景 好像在越南柬埔寨 我们去游玩的时候 去那种民间靶场 一直打 怕边急 你看不到一分钟之内 他打了53发子弹 包括对攻民枪 那其实你看他开枪 他不是要去伤人 他纯粹就是警告 警告 对这就是警告作为 那为什么他要去警告呢 想必会开到53枪 那个利益就是比开一两枪 还要高 那为什么他开的对象是谁呢 那我们也觉得很好奇 大家在想是谁 这一个豪宅的主人 他是大有来头的 外界一般人是不知道 但是在台南当地 很多人都认识他 虽然他形势低调 他姓杨 外号叫尿七 尿七 那他在干嘛 你会被开枪 要嘛是兄弟 我们讲会被开枪 不外乎情差仇三种原因 但是基本上 这一件 目前警方就认定 就是有关财务方面 好 那这个尿七 他本身 他自称是在中国大陆那边 做茶饮生意 经商 经商 然后还有做一些那个 他们号称网络事业 好 那网络事业 那绝对就是跟赌有关嘛 是 对 好 那这一次亲出来就发觉 警方其实在事前 就已经有接到消息 事前就知道了 因为那时候就有地方人事 还有地方兄弟在问 你们台南这个尿七 怎样 但是问题是 会叫尿七 这个名字 其实很普通 应该很多人 所以警方那时候也在查 到底谁尿七 事物有兄弟要对他不利 查一查去 只查到一个毒虫 毒虫 没有结果 那直到他被开枪之后 这个屋主也很从容 你看一般人被开51枪 要嘛就赶快搭飞机出 就跑了 该躲就躲 然后怎么样 然后该不出面就不出面 我们看这位杨大哥 去警方去分局应讯的时候 也是一派轻松拿着饮料 晃晃晃 然后人家问他 他也不打什么 但是好像一副不怕的样子 是 对 那警方就后面去摸底 那摸了这个底 大致厘清一个方向 就是说 他其实过去 他有 除了做网路迁赌以外 那他还有做职棒迁赌 那他私底下又有一个外号 在南部地区被人家叫赌神 赌神 为什么叫赌神 听说他没赌必中 太厉害了 那这当然就准了 那而且他都玩大的 不玩小的 我们讲嘛 职棒迁赌或运动迁赌 都有一定他的机制存在 那我们可能很简单 平常玩比大小 比让分 谁赢谁输 谁赢谁输 那一翻两瞪眼 那可能赔率就很低嘛 可能1比1.5啊 这种赔率很低的 那大家就玩好玩的 但是他玩的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职棒迁 那个俗称叫走地 走地 走地是怎么样 他是为了寻求刺激 然后所以他往往都是要在 球赛开始之后 他才开放下注 然后可能到第五局 第六局的时候 好 风盘 风盘 那时候就比什么 那比所谓的 正确比分 正确比分 就是A队跟B队到底是 譬如说2比1 是不是2比1 这个比数 或是相差2分 1分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胜分差 就是说你到底是赢2分还是赢1分或赢3分 你只有猜中了你才有这个机会 但是问题是过去就为人诟病 中华职棒也发生很多类似的状况 对 这些大主头为什么能够赢那么多 操控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把球员绑好了 那绑好之后你才可以去控制他的正确分数 对 所以他们这个赔率有时候往往赔要10倍 或者赔要百倍 这么多 所以说杨董他常常能够一猜就中了 赢很多 赢很多财金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他不是说只有赢财金会眼红 因为他本身财力就非常雄厚 你看他开马斯拉底 对 开保时捷 好 那其实他在台南地方他还有经营很多当铺 那可能人家就讲说他是当铺后面的最大的金主 那也许会不会是有其他的财务纠纷 那就难讲 对 只是说他的身份角色还有他所做的事业是目前警方要查的 因为这毕竟是大概20年来最最最最平安的 但是也是最公然最嚣张的一场枪击案 不过讲到这个我们就要讲到台湾目前我们讲最神秘 然后财力最雄厚的一个一位我们的华人界赌博大亨 博弈大亨 是 对 为什么要叫华人界 因为我们就看到画面中的左上方陈寅柱 很年轻 陈董 人家叫他丹档 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外号叫做万应公 万应公 什么叫万应公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 这个是他的一个最 目前他也可能最喜欢的一个称号 那陈寅柱是何许人也 他今年其实才50多 50出头岁而已 那我们就介绍这个人 他在台湾目前在这十几年来 在台湾有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地下影响力 地下影响力 对 尤其是地下经济影响力 为什么呢 陈寅柱这个人他本身只有高中毕业 是 高中毕业之后 但是他那么多年来 他牵涉很多很多案子 但是他只有一件成案 所谓一件成案就是在民国七几年时候 涉及临边军火走私案 所以他就卡到那一件案子 所以他有案底 其他都没有了 对 其他都没有 好 那他后面高中毕业之后没有继续读书 然后他就在中南部发机 那他做什么 他其实一开始就是做组头 做组头 从做小组头 做小组头开始做起 那可是在那个 民国七十几年 八十几年的时候 他涉及职棒迁读案 那时候他已经从小组头 晋升为大组头了 那涉及中华职棒迁读案 可是检方查了半天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对 没有证据 所以拿他没办法 可是那时候因为 他本身有一个很大的事业 他在嘉义开赌博电丸 赌博电丸 那他为什么会崛起 其实不是做磁棒迁读 他是从嘉义那边的赌博电丸 靠着赌博电丸 对 崛起 那时候刚好又卡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所谓严重的事情是 那时候嘉义地检署送信检察官 送信检察官 这个检察官 他在台湾的司法史上 也是被人家称为最贪贪检之一 因为这个检察官知道 你陈寅柱非常有实力 所以他就暗月去跟你借钱 暗月借钱 用借的就对了 对 怎么借 反正借就是250万 而且只能现金 不能开支票 借现金250万 暗月借现金 但是还钱的话呢 还芭蠟票 芭蠟票 芭蠟票拿不到了 拿不回来的 所以陈寅柱就被他绑了死死 因为以前检察官全力大 他要叫警察去抄你 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抄的 好 陈寅柱就卡了这两件案子 之后 他觉得台湾的环境 实在是混不下去 不能再讲下去 就算赚钱还要被人家拿走 对 而且他也 他曾经私下跟友人讲 他觉得说台湾的职棒环境 已经被绑得太凶了 球员也可怜 看到球员有的去做那种 清洁工啊 有的去做临时工啊 下场不好 然后再加上 他被这些司法机构吃了死死了 三不五十 就有人要跟他伸手要钱 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混 呆不下去了 呆不下去 他就决定把台湾的这些赌博事业 结束到大陆去 那时候听说 他就花了大概一亿元台币 找了很多 那时候已经在知名运动材 世界知名的 博弈的那个公司 开发的工程顧问团队 帮他设计了一套全球的博弈 那运彩玩法 所以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叫他博弈大 因为他全世界所有的职业赛事 都在他的赌博 都可以赌就对了 都可以赌 只要透过他的 只要想得到的他都有 短短之内 几年内 他在大陆赚了百亿 百亿 而且他也是第一个 让大陆官方觉得很恐怖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的赌博事业 在大陆做得太成功 太大了 所以各省幾乎有 他有无限的分支机构在 那你知道大陆后面开始打贪 因为赌博最容易涉及贪毒 所以开始打他旗下的 这些赌博网站 好啦 所以他就觉得 大陆也快会不下去了 也待不下去了 对 因为所有焦点都 都在他身上了 好 他往哪一走 往菲律宾 往澳门 所以其实他到了澳门之后 对 他开了 在澳门这边有赌场 在菲律宾 合法赌场 然后到菲律宾 克拉克空军基地 然后到老沃 他全部都有开赌场 所以他其实现在目前身兼 至少三家的赌场的负责人 博弈事业的负责人 那时候台湾还有出现一个人 也叫做电丸大亨 叫做余国柱 余国柱 好 那时候碰到什么事情 因为那时候台湾出了一组人 坏蛋 叫做张錫民 张錫民 那张錫民他绑架了无数的人 但是他都把这些目标 都放在所谓的电丸大亨身上 所以其实那时候 张錫民在台湾犯下不少案件 之后有一阵子跑到大陆去 那时候外面就有一个传闻 就是说张錫民也绑了陈寅柱 而且是在机场外面绑 大陆的机场外面绑 那时候是要求要9000万的赎款 好 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传闻 传闻 对 他其实如果9000万来讲 对陈寅柱是小事情 所以马上花了 但是问题是 不是花钱就能解决 那时候我们还在世的 公民住的李造雄 就我们的台湾的黑道教父 也是黑道仲裁者李造雄 为了去把陈寅柱营救出来 所以就去居间协调 那好 那张錫民这边答应放人 钱拿来算了 这时候余国柱就不敢回台湾 因为张錫民这一组人存在 所以他不敢回台湾 所以他选择 连大陆也不敢去 所以他就躲在菲律宾 澳门两地堂 长久都定居在那边 这时候他的好朋友余国柱 也出事了 结果余国柱从菲律宾 回来台湾的时候 在小港机场回家里的途中 在高速公路上被张錫民 绑走了 一群人直接把他围住绑走了 那时候创下一个 台湾最高赎金记录40亿 40亿 你不拿40亿出来不放人的 怎么可能拿40亿给他 哪有可能 所以余国柱这时候就靠谁 他就赶快去联络陈寅柱 对 因为他们曾经交手过 那因为陈寅柱在中南部 不管政商界 不管海县 中关县兄弟都熟 然后大家一起来出面瞧 那时候外船就是从40亿 一路谈谈谈 20亿 10亿 一路谈到打一折 4亿 那到底付了钱呢 没有 外船是大家都说付了 对 而且陈寅柱也把钱传好了 可是就在要交赎款的前一天 余国柱趁张熙明不注意的时候 自己跑掉 用铁丝打开了 他绑住的脚铁跟手铐 从山上跑出来求救 被发现 所以说这件案子就无疾而终 但是外面都是传出 这一笔钱 后面还是被拿走了 可是张熙明落网的时候很好玩 警方特别问他这件事情 你那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 弄了那么多钱 钱到哪里去了 张熙明那时候还跟警方讲 他也被狂了 为什么 因为钱都是人家拿走 所以根本没到他手上 都没到他手上来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 真正是有付这一笔俗款 但是不知道谁拿走了 好 后面 民国94年 张熙明被抓了之后 那这个大概中南部的 道上兄弟 他一片安然 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 所以那时候陈寅柱 才回到台湾来 好 那他回到台湾来之后 基本上就完全就不会出现在任何的公开场合 或是说期待活动里 但是 所有台湾大概政界的人士 我们讲兄弟界的人士 都要常常去找他泡茶聊天 为什么要常常去找他泡茶聊天 因为他手上的资金太多了 太多了 对 太多了 他的角色等于是大家的 我们刚刚就讲这样 为什么叫万应公 因为他回来台湾之后 他觉得他不要去冒那种生命危险 整天去缴获一些有的没的事情 所以政治人物要掉现金 要找他掉 然后他因为在那边人脉太丰富 所以凡是选举 对 都要找他帮忙 各党派都要找他帮忙 各党各派全部都要找他帮忙 所以你看之前媒体都报道过 连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 也要去找他 到底有没有跟他拿钱 这个我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那包括民进党 那时候游錫坤也去跟他会面 包括那时候立法院长王金平 也要去找他 然后包括很多很多的人 各的要角 所有想要选举的人都要去找他 因为不见得是要钱 因为他只要一开口 大家就会去挺 就有票 大家就 对 票源自然来嘛 对 所以他只要坐在家中 他因为他有开一个很特别的餐厅 叫玫瑰园 在嘉义 他就每天坐在家中泡茶聊天 大家自然 宾客 纷纷上门 那当然他也不想要去惹这些麻烦 但是不得不去碰触 只是说他尽量少出面 他除了做这些事业里面 还牵涉到演艺圈 演艺圈也有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那时候我们终于天王吴宗憲 是 那有一阵子他突发奇想 想要去投資LED事业 对 艾尔发光子科技公司 就赔到一屁股 对 那整个 状况很多 整个几乎是快破产状态 好 所以吴宗憲为了筹现金 把他在信义区的这个易翠山庄 不想耐动 独动好歹要卖掉 可是问题是 那个时候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因为那时候他开价4亿多 而且已经是第一胎 第二胎 已经都弄给人家了 那 照谁求助呢 当然 又是担当 找完担当 担当的看 我们终于天王 那时候很可能 好啦 那你开价多少 你开4亿 我就用4亿跟你买 不但帮你买的这个房子 我还把你一胎二胎的钱 全部还清 是这样 对 那后面吴宗憲有没有还钱呢 当然陆陆续续还 但是不见得有全部还完 那我们担当也说 没差了大家交朋友 所以他也帮助吴宗憲度过这一关 好 那后面碰到谁 杨凡 杨凡 杨凡那时候 他的老婆Julie Julie要出唱片 那也是透过吴宗憲这边牵线 找到 又是担当 担当 哎呀 那杨凡嫂要出唱片 那当然OK 立庭立庭 开一家公司 我们就还出一张唱片 直接开公司 就给你出唱片 所以那时候 杨凡出了唱片之后 还特地在这个 他CD的封面 内文里面 特地感谢陈寅柱说 能够帮我完成这一份 新夢 对 新夢 所以说其实他做了 做了非常非常多 这种让外界无法想像的事情 那好 那一直到后面 到这几年来 他其实就是说 他有一阵子就到英国去 也住在英国 为什么他住在英国呢 出国深造吗 不 因为我们刚讲到 他是华人世界 最大博弈的 算是头头 所以他其实在英国 他也有他的博弈事业 包括其他欧洲国家 美国他都有他博弈事业 他在那边也买了豪宅 对也有公司 所以他有一段就长居在英国 但是只要是台湾这边 有什么事情的话 他都很热心的回来台湾 所以说 陈寅柱这个人被誉为 就是我们前二十年来 非大企业里面 就是手上握有现金最多的人 那多到什么程度呢 那他也曾经牵涉到一阵案 有一件案子 那这个很巧妙 那时候嘉义地检署 在抓两岸汇队 地下汇队 那我为什么说 他是地下经济的教父 两岸汇队当然就要逃税 要逃过很多 这种手续费的东西 嘉义地检署 在嘉义抓了一个很有名的 那时候两岸汇队教父 叫卢伯贤 那检警冲到他家里的时候 哇 那个警像吓死了 因为他的床上是用千元大槽疊起来 哇 吓死人 然后衣柜打开来 满满的都是现金 然后床罩掀掀起来 底下全部现金 前后点来点去 光是现金就四十几亿 四十二亿 现金喔 怕死人 那包括还有其他的支票啊 汇票什么 其实前后加起来 都不要算光现金四十几亿 对 八十几亿 那当然查账册的时候 就有查到一部分说 奇怪上面 为什么会有庸座的名字 所以去查他 但是问题是 还是查不到任何原因 所以他前前后 所有的案子好像都跟他有关 但实际上 我都都没有下场 都没有结果 iPhone手机 很多人很喜欢 没想到 现在竟然有女生 这个大学生 他为了要争夺手机 在夜店里面 把全身都脱光光 你知道这个是发生在俄罗斯 有没有 这个女生呢 当时那个夜店在抽奖 主持人说 我要抽iPhone手机 在场的人呢 尤其是女生 对不对 你表演第一名的 我们现场第一名 我马上让你送给你 对不对 大家无所不用其其表演 你知道吗 所有的才艺都拿出来了 都嗨了 你知道吗 有的扭腰摆腿 有的热舞 有的干嘛 但是这一位不一样 他拼了 他拼了 上去之后拖成这个样子 你看 只用手去打 然后呢 这个时候他还跟主持人讲说 那拜托你帮我挡 我要挡出羞耻心 有没有 然后呢 哇 现场的人都嗨了 每个都在那边 哇 怎样怎样 你继续如何 但是呢 后来你知道吗 即便这位小女子 这么牺牲 还是没有用 你知道吗 后来他还是没有得到 为什么 我要脱啊 对 因为后来他也不是第一名 然后他就说 主持人就说 不好意思 对不对 虽然你拖成这样很牺牲 但是呢 我们给你安慰奖 结果咧 得不偿射在后面 好不容易得到安慰奖 因为他是大学生才19岁 是 那这个 回到了学校之后 这个影片一波上网 大家就发现一件事情 这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同学 直接被退学了 退学喔 直接被退学了 俄罗斯战斗民族 没有在跟你科技的 就说认为说这样实在是不行 违反善良风俗 最高道德标准 你还是不要在我们学校出现好了 所以这个女生实在很可怜 赔了 夫人又折兵 对不对 那就是说 iPhone X没拿到 还被退学 好 但大家对裸体这种事情 就觉得说 那如果今天我愿意 这个大家一起裸体 都一起 不是只有我也没有为了什么目的 这样OK 对不对 还是有人有了目的 对不对 为什么咧 因为呢 华尔街之狼你有看过吗 你知道吗 华尔街之狼不是有一幕 是这样走出来 走出来结果那个 大家撒钞票 哇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大家都很嗨 真实的有上演过 你知道吗 真的有一间公司的老板 就是这样子 你看两边一排 鼓励女员工 你们就裸体走秀 旁边的每个都嗨翻天 你知道吗 钱一直丢就对了 对 钱一直丢 赞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一幕实在太像 华尔街之狼了 那这个女员工就怎么样 老板说没问题 你们这样走 我一定给你高额的奖金 对不对 结果真的这样走了 结果这一幕呢 被泼到网路上去之后呢 引发了很多不良的反应 毕竟呢 裸体这种事情 对大家来讲 尤其是女生 我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感觉不是很好 你太拜金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到法国的一间餐厅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 没关系 大家都在裸体 你穿衣服不准进来 对 你穿衣服都不可以进来 对不对 这家法国餐厅很厉害 就是裸体餐厅 你观光这张照片看起来 有没有就觉得很澎湃 每个人在里面 外面只能脱光你不能穿衣服 连服务生都是脱光的 都是脱光的 而且你到了门口之后 有一个帘子遮住你 遮住你之后呢 服务生会告诉你说 请这个脱光再进来 脱光再进 就进去呢 你看每个人用餐的时候 看起来都很自在 这一幕实在太难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平常是不准拍摄的 但是呢 大家你看 就跟天体的概念一样 我就脱光光 大家在那边吃饭 好像聊天很开心 然后外面的人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他用帘子遮住 包有你的隐私权 包有你的隐私权 但是他也不是全世界 第一间这样吃饭的餐厅 第一间吃饭的餐厅 在英国伦敦 你知道吗 英国伦敦这间餐厅 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不但是第一间 而且他还告诉你 我是快闪餐厅 三个月的时间 4.6万人造访这间餐厅 你就知道他有多夯 英国人有多爱裸体 你知道吗 然后你知道 进去的时候咧 但是他们还稍微贴心点 什么 进来我怕你不习惯 你衣服脱光了以后咧 我们旁边背有长袍 你可以穿着长袍 走到你的位置上 你再坐下来 慢慢享用你的晚餐 晚餐 然后咧 那边的服务生也会告诉你 你刚刚看到法国那间 服务生还没有裸体 但是英国那间 会告诉你 我们连服务生都裸体 你只有裸体才能进来 那大家也吃得很开心 现在那一间呢 老板告诉大家说 我现在考虑开一间长酒 所以我不要开快闪 对不对 反正你进来 我们没有违反善良风俗 大家都裸体的时候 而且都是自愿来的 对就没有问题 而且吃饭这样解放 可能食物会更好吃 但是有的时候 裸体裸到后来 有没有 日本其实有一个 这个表演团体 他们其实会表演什么裸体艺术 有没有 引人遐想的裸体艺术 但是呢 这种表演呢 这个平常看起来赏心悦目 也没有引发什么奇怪的风波 这个团体叫Akira100 百分之百 但是呢 如果你不小心 穿帮了 怎么办呢 这个人叫神谷惠里奈 你看他现在呢 这个就是说 这种叫裸裔 裸体艺术 他其实底下是没有穿衣服的 但是呢 他会用重点遮住部位 然后呢 这样子 展现他的才艺 做一些表演 展现他的才艺 让你看不到春光 但是呢 也可以看到你的才艺 但是这位神谷惠里奈 最近很红 为什么呢 一个礼拜之内呢 他的影片破两百万人 两百万人 破两百万人是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他表演穿帮了 你看 你只一看 哇这个表演喔 他其实这个时候里面 已经没有穿内裤 你知道吗 没有穿内在美 但是呢 你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表演你看 哇腿也很漂亮 大家这样看 日本人尤其喜欢看这个 就觉得这是一种才艺 你看我在交换的时候 你还是看不到 对 我怎么做你还是看不到 但是呢 仔细看 到后来的时候呢 穿帮 对 这个什么走多了 可能也会不小心 你看喔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坐下来又上去 看起来 就在这一幕 你看他前面有个气球 气球遮住 老实讲这很小 对不对 这需要高难度 一个不小心 真的会穿帮 但是呢 神谷慧里奈 这一次呢 就没那么幸运了 你看这个一弄 我们特别为了善良风筑 一定要把马赛克打上去 但是呢 这个还是引来了 网友的野鱼 那当然神谷慧里奈呢 因为这个影片 爆红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有时候表演呢 还是要小心 春光就这么外泄了 好 印尼出现了一只五公尺长的鳄鱼 嚇坏当地所有民众了 广告之后我们来看一看 环宇搜奇无奇不有 鳄鱼不要乱抓 印尼沼蛙一处村落 因为连日大雨河水泛滥 导致田里的水蛙出现鳄鱼 村民们试图合力活捉鳄鱼 却刺激鳄鱼突然冲出 这时才发现它是身长五公尺的巨鳄 把村民吓得不要不要的四处逃命 几名壮丁发现鳄鱼之后 用竹竿和铁线拨弄鳄鱼 想把它赶出田里 村中的老老少少更在一旁围观 吆喝非常热闹 但鳄鱼似乎是因此被激怒了 它猛然破水而出 展现身长五公尺的威猛姿态 张牙舞爪扑向人们 吓得村民急忙奔逃 鳄鱼虽然凶猛 但在非洲却遭遇滑铁卢 这只鳄鱼深入河马地盘 妄想突袭河马宝宝 结果反遭三十多头愤怒的河马围攻 而他不死心地在浮出水面时 更被一头成年河马反咬 两头河马宝宝则被其他河马好好保护着 河马仗着马多势众 让鳄鱼被抛来抛去又被咬 最后寡不敌众落荒而逃 我这儿有一张照片 是全世界最大的鳄鱼 它有六公尺长 一千一百一十四公斤 这是在泰国的一个鳄鱼 你看有多大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